没想到五年前 小献就已是萧妍的口头禅了 亏这两个丫头 争了这么多年 这 如今这小家伙 却是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自从小医先离开后 萧妍修炼愈发刻苦 吞噬蓝子火 他晋升到了一星斗师 接下来 师徒二人准备前往塔格尔沙漠 寻找异火 在此之前 他们途经黑炎城 萧妍听从药老安排 到炼药师工会 考取炼药师等级 只因吞噬异火 需要雪莲丹 冰灵寒拳 纳灵 这三样东西辅助 有了炼药师身份 寻找材料会方便许多 如今 萧妍还缺少三接磨合 以及冰灵寒拳 初到炼药师工会 萧妍就像个刚进城的乡巴佬 看着一切都很新奇 而要想去考核等级 却需要导师介绍信 听到这话 她也是一脸懵逼 紧随其后 一个叫做林飞的妙龄女子 和她师傅奥托到来 奥托深意地看了一眼萧妍 便陪同林飞进入考核 可萧妍还是处于尴尬状态 她说自己老师是要老 根本就没人认识 还惹来一个小鳖三的嘲讽 哎 现在这世道 冒牌的可不少啊 都想着混吃片喝 要老了 小鳖三嚣张之下 头上突然冒起了火 显得痛苦不已 能凝聚食火的 都是四品面药师 看到是萧妍所为 也没人在此栏 等她进入考核大厅 看到正坐在中间的是 两位考核官 左边的是之前的奥托大师 右边的是弗兰克 简单一番对谈下 最后一位考核者到来 她的气质冷若冰霜 名叫雪妹 是弗兰克的弟子 全员道场 考核业即将开始 场中 林飞和雪妹可谓是火药味食子 作为黑炎城的天才 他们一直是众星捧月般的存在 同样 他们也是竞争对手 然而 却极少有人关注到萧妍的存在 很快 考核题目出来了 是一道开放题 选自己最拿手的丹药炼制即可 众人有条不紊 一一将药材放入炉中 当然 炼制一品弹药 对于萧妍来说 简直就是手拿把枪 毕竟他有大陆 顶尖的师傅教导 不过考核官看他年纪小 都不怎么相信 他能炼制成功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钟声敲响 时间已到 好 和时间到 弗兰克宣布考核结果 雪妹林飞相继通过 然而 紧接着他就张大了嘴巴 高级增气散 这就是萧妍随手的实力 小星哥在一阵夸赞下 有些不适应 旋即 他竟还想挑战成为 二品炼药师 简单一句凡尔赛的话 林飞当即就忍不了了 爆发了脾气 炼药很难 这是常识 萧妍谦虚地表示 自己试试就行 可当他看到考题时 却是微微皱起了眉头 萧妍内心万马奔腾 然而 他的侥幸出手 却是经得台上考官 狂喷一口茶 紫火一出 众人坦然 以为萧妍拥有异伙 只有两位资历老的考官 看出了差异 不过就算不是一伙 萧妍对他们来说 也足够逆天了 而随着他的炼制 对火候的把控 药材成分的精准放入 渐渐地有了承担迹象 可紧接着 突然砰的一声爆炸 黑烟弥散开来 众人本高悬的心 转为失落 见此 萧妍手一握一吹 瞬间 一颗表面透亮 品相高级的二品丹药 呈现在大家眼前 惊叹不是人 萧妍的表现 已经让人有了一种 虚幻的感觉 考核 萧妍也有了 提条件的资格 她需要通过炼药师工会 获得三间魔盒 以及冰灵寒犬 三间魔盒倒还好说 冰灵寒犬比较稀有 萧妍需要跟随 奥托弗兰克私下礼坛 你这家伙的天赋 你配他 也并不掉身价